好的 我们来看一家知识点 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 我们说了 我们一个国家走向另一个国家 国际化经营 那么你的方式有哪些呢 好了 我们这里讲到三种方式 一个是出口贸易 出口贸易 好吧 那么出口贸易呢 首先是我们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出口贸易当中的目标市场选择 你出口到哪里 对不对 那么出口到哪里呢 这里面也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这个区域路径讲的是什么 就你出口是先到发展中国家 还是先到发达国家 这样的一个路径 好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区域路径呢 有两种 一个叫传统方式 传统方式它也叫连续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新型的方式 那就是不连续的方式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传统方式呢 一般情况而言 说高新 如果是基于传统方式的话 说高新技术产品 在发达国家出口的国别路径市 是吧 国别路径市 先到经济发展水平 像类似的发达国家 好了 注意了 那么在发达国家 你看到没有 它的路径是什么 那就先到经济发展水平 类似的发达国家 然后再到发展中国家 啥意思 比如美国 它的高新技术产品 它的这个 就比如说出口路径 是吧 贸易路径 它是先卖给发达国家 比如卖给日本 卖给法国 英国 是不是 发达国家 然后呢 再卖给发展中国家 比如像中国 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 还有非洲一些国家 是不是 好了 就是我们说的 发达国家 就先到发达国家 然后呢 再到发展中国家 那反过来呢 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呢 是吧 这是先到环境内 是在发展中国家 你看 这是讲的两种类型 一个是A 发达国家 B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就是先到发达国家 再到发展中国家 而这个发展中国家呢 比如说中国的企业 对外投资 那就可能 先到我们 类似的发展中国家 比如说 我们说越南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好了 那就先到环境内 是在发展中国家 然后 积累经验 或再足够走向 发达国家 好了 发现没有 发达国家 就是先发达后发展 发展中国家 就是先发展后发达 是不是 好了 我把它简单总结一下 叫做什么 说传统方式呀 连续的方式呀 什么叫连续吗 第一步走出去的国家 是跟我一样的 连续 然后呢 传统方式特点是 先同类 后 异类 你看 发达国家 先到它的同类 发达国家 再到异类 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先到它的同类 发展中国家 再到它的异类 发达国家 对不对 我把它简称为叫做先同类后异类 但是呢 有例外 什么例外 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 是吧 农产品 矿产品 这些初级产品 是吧 还有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就是需要大量人力的 比如说农业嘛 农业就需要大量人力嘛 那么这些 它的主要流向就是什么 发达国家 它的主要流向就是发达国家 那 因为发达国家 它们人力资源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 然后呢 它们就不太愿意发展这些 劳动密集型产业 说这个 它是一个例外 它是发展中国家 到发达国家 直接到发达国家 这算是一个例外 好了 这就讲的叫传统方式 也叫做连续方式 那么另外一种 来叫新型方式 就是不连续的方式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许多产业中的全球分工体系 已经形成 全球同步使用新产品 此时 无论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该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的国陆路径是 是吧 都是先发达国家 然后占领世界市场 然后再走向发展中国家 啥意思 就是说 前面讲的是 发达国家 就先发达后发展 发展中国家 是先发展后发达 但是我们这里呢 无论是发达 还是发展 他们都一样 怎么一样 都是先到发达国家 再走向发展中国家 好了 这次讲的叫 不连续的方式 新型方式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你们发现没有 比如说华为 华为是我们的 我们国家的企业 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那么华为你发现 它的产品发布 往往在哪里发布 它的新产品发布 很多时候不是在国内发布 它以前经常都在 比如说法国 去发布它的新产品 在英国发布它的新产品 知道吗 这要什么讲的 虽然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我们的产品 还是先从发达国家开始 对不对 好了 你看 当然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所以说 无论发达还是发展 都是先发达国家 再发展中国家 好了 所以说 新型方式的特例是说 先发达国家 再向发展中国家 而且 无论这个企业 是发达国家的企业 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 不区分身份 是一样的 也就是全球企业 都是一个路子 先发达后发展 前面讲的 这个传统呢 就是分两类企业 路径不一样 分清楚了吧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前面讲的是 到哪里去了 先发达还是先发展 好了 接下来第二步是 选择目标客户 是吧 那么选择好了 国家过后 前面讲的是国别路径 之后到哪个国家去 然后才是我们 具体的目标客户 那么目标客户的选择呢 那就要基于市场细分 好了 我跟你讲 这里讲的市场细分 跟我们在第三节 是吧 讲那个市场营销战略 是吧 好了 跟你讲市场营销战略 里面讲的市场细分 原理是一样的 什么人口细分 低地细分 对不对 等等之类的 好 那么 我们说目标市场选择呀 那我们说 我们到哪个国家 还有这个客户选择 我们讲 他我们现在讲的是 出口贸易吗 他不仅是用于出口贸易 我们后面要讲的 对外直接投资 非股权安排 那么也同样面临 这样的选择 就是我们说 出口贸易 你要选择目标客户 要选择我们的这个目标市场 我们这个直接 对外直接投资 你还是要选择目标市场目标客户 哪怕你是股去 非股权安排 你也会选择目标市场目标客户 是一样的 有这前面讲的这两个问题 它不仅仅针对我们的这个出口贸易 这点大家要注意 好了 第二个我们如果说选择了国家和客户目标客户过后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要想我们怎样卖出去 选择分销渠道与出口营销 是不是 这讲的是我们出口怎么去出口的问题 是吧 我们怎样把我们这个什么呢 产品卖出去 是吧 通过怎样的渠道卖出去 这上面讲的第二问题 选择分销渠道与出口营销 好了 我们说联系某国生产者 某国生产者 与他国消费者的分销渠道 有以下四个十分重要的特征 就是说比如中国企业 那么到巴西 是吧 那么去出口到巴西 那么我们中国的生产者企业 麦克巴西的消费者 我们的渠道通过这个国际贸易 那么这种渠道有什么特征呢 它有四个十分重要的特征 这个呢 注意了解 大家注意了 前面这个试试点呢 我们还给大家是吧 标了一个一心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曾经考过的 那么第二个支持点 就是怎么卖出去的问题 那么选择分销渠道 出口营销 这个呢 以前是没怎么考过 大家做一个了解 是吧 这个没考过的 这个历史上 印象当中 是没考的 历史上零分 了解一下吧 是吧 首先一般来讲 国际分销渠道 你比如说你从中国卖到巴西 那国际分销渠道 比国内渠道 肯定更复杂 是吧 这边要出关 那边要入关 海上要拖运 是吧 对不对 甚至还要转运 那么这个时候 世界的中间环节很多 哪像国内 我们重庆的迈向北京 一车就过去了 畅通无阻 给点路费就解决 是吧 对不对 哪像我们这个 中国迈向巴西呢 那就麻烦多了 所以更复杂 中间环节更多 也正因为如此 国际分销渠道的成本 是吧 成本 往往比较高 对不对 比国内分销渠道高 当然了 原因是什么 我们这个中间环节都 这个渠道比较复杂 那当然成本就高了 因为一 所以二 第三 出口商有时 必须通过国内市场 不同的分销渠道 向海外市场进行销售 对 我们国内 是吧 国内市场 我的渠道可能是 国内的经销商 但是并不是国内经销商 它都能出口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就有什么 就专门的出口贸易公司 专门的国际公司 所以说 我们必须要通过 与国内市场 不同的分销渠道 像那些专业的贸易公司 国际贸易公司 是不是 专门的这个出口贸易公司 那么去经营销售 而我们原来 没出国的时候 国内的经销商 很多他是没有这样的资格 没有这样的经营权的 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和能力 第四呢 国际分销渠道 通常为公司提供海外信息 对 我们中国产品 迈向巴西 那么这些经销商 他就提供我们海外市场信息 我们产品在巴西 卖的怎么样 巴西消费者对我们有什么诉求 对我们产品有什么评价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你看 包括在市场上 销售的情况和原因 卖的好 或者不好 好的原因是什么 不好的原因又是什么 对不对 那么这个 我们国际分销渠道 他会给我们公司提供这样的信息 这有利于我们改进产品 也有利于我们改进管理 在后来增强竞争优势 好 这个是这点我们说了 因为不怎么考吧 了解一下 也不难 好了 第三呢 出口贸易定价 好了 那么出口贸易定价呢 我们这里讲的主要是对海外市场的一种 一般有四种定价策略 好了 大家注意 这个定价策略啊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三节 是吧 第三节 讲市场营销战略时候讲到的一个什么 这个产品价格策略吗 对不对 好了 我跟你说 我们这里讲的国际贸易的定价 跟第三节讲的价格策略 是有很多高度去同的地方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我们看一下 说怎么定价 定价偏高 是吧 定价偏高 那么这个定价偏高就以其 为了目的是什么 卖高价嘛 以其获得大于国内市场的收益 我前段时间看到 我们国家的新年轿车 是吧 在欧洲 卖价就比国内高很多 好了 说一到一个国家 出口到一个国家定价偏高 我们在前面讲那个 价格策略时 是不是讲那种什么 撇子战略 对不对 撇子策略 撇子的价格策略是吧 啥意思 一开始定一个高价 尽可能在一开始就实现盈利 对不对 好了 第二个呢 制定是海外市场 与国内市场水平接近的 是吧 水平接近的 一般来说 如果你的产品是比较什么 如果你的产品是比较标准化的 是吧 如果产品是比较标准化的 那你只能采用这个 与国内差不多水平的价格 你要定高了 你在国外就没市场 好 然后呢 第三是在短期的定价较低 即使收益偏低 甚至亏损 也在所不行 那么你说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是吧 是为了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 好吧 大家知道吧 我们以获得市场份额而制定低价 我们有一种叫什么 叫渗透 是吧 前面讲那个价格策略 就是市场渗透的 是吧 策略 价格策略当中 有一个市场渗透策略 市场渗透 就是通过低价渗透人家的市场 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对不对 好了 我们说了 这些呢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它毕竟都是价格策略 它们一定有相似之处的 好了 第四呢 只要在抵消变动成本之后 还能增加利润 那就按照能把超过国内市场需求 那样的产品销售出去的价格来定价 这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抵消变动成本之后就能增加利润 一定是基于什么 基于这个公司是在利用闲置产能 知道吗 这是公司在利用闲置产能 就按照能把超过国内市场需求 需求的产品 也就是我们国内 比如只能卖三万件 但是我的产能 我有五万件 那现在如果说 我再生产一万件是出口 好 你也发现没有 产能五万 国内需求三万 那么我们就有限制产能两万 而我现在再来生产一万 还在限制产能之内 但是这一万呢 我不放在国内 放到国外去 这就是讲的 把超过国内市场需求 就是超过三万的 那一万呢 销售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由于是利用闲置产能 你只要能够超过变轮成本 那就能够增加利润 之所以是超过需求部分卖出去 即因为你不能影响我们的国内市场需求 对不对 你不能打破我们现在国内市场的一个平衡 好吧 这讲的出口贸易的定价 那么关于出口贸易呢 我们就掌握这样 三个问题 在考试当中从以前来看 主要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路径 对不对 是这个连续式的 还是不连续式的 是传统的还是新型的 主要是那个支持点 在以前考的相对要多一点 好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对外直接投资 注意了哦 出口贸易是 比如我们中国企业 出口贸易到巴西 那是生产厂家在中国 市场消费者在巴西 就是直接把我们产品运过去 那叫出口贸易 那么我们这个对外直接投资呢 说中国的产品在巴西有市场 那怎么办 那我们不是把产品运过去 而是直接过去建厂 对不对 直接到巴西去建厂 好了 那叫做对外直接投资 对吧 好了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对外直接投资 有些什么方式呢 一 全资子公司 啥叫全资 学会计都知道 百分之百的持有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中国的A公司 到巴西成立什么 B公司 而在B公司 A公司对的持股 是百分之百的持股 那么这又是讲的 在巴西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好了 那你说中国的A公司 在巴西成立一个全资子公司 B 优点合赛 我们这里面 各有两个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两个优点 第一个是什么 说管理者可以完全控制子公司 在目标市场上的经营活动 对 因为是百分之百 所以说可以完全控制子公司 你必须听我的呀 对不对 我那里怎么做 你怎么做 因此完全控制子公司 在目标市场上的经营活动 那所谓子公司 就是B 在目标市场 巴西 是吧 它在经营活动 它在听我们中国的 A公司的 母公司的 好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可以避免合资经营各方 在利益目标上的冲突 从而使国外子公司的经营 这个国外子公司B 与企业A的总体战略融为一体 因为他完全听我的 我说怎么做 就怎么做 因此我们这个B 巴西子公司 它的经营战略 就跟A总公司的 总体战略是一致的 好 那你发现 它为什么能够避免经营各方 如果说这个B公司 A公司只有百分之 五十或者六十 还有百分之几十 在巴西本国的其他协手中 那你发现 巴西那个出资方 跟中国A公司 他们在利益追求方面 在目标上面 可能是不太一致的 这样一来就可能 产生一些冲突 而这个冲突呢 是吧 可能对公司产生一些 不利影响 因此独自经营 就能避免这种情况 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么第二个呢 两个缺陷 那你看啊 第一个是 两种方式可能消耗大量的资金 你比如说 如果我们在B公司 需要投资十个亿 是吧 那我们A公司 你就要掏出十个亿 成立这个B公司 需要大量资金 然后呢 公司必须在内部筹集资金 就是说我要用我们的流程收益 内部筹集嘛 就是流程收益了 用我们的流程收益 去获得资金 如果不行 还要在市场上去获得资金 就我在十个亿啊 如果说内部流程是有四个亿 那我还需要去什么呢 市场上去融资六个亿 对不对 这个道理很简单 资金需要量大 因为没有这个 这个可资方法 那反过来 如果我们只是 不是全资 如果说只有百分之六十了 那就简单了嘛 那只有百分之六十嘛 那十个亿 我们就出六个亿了 那我的资金需要 就没这么大了嘛 是不是 第二 由于没有东道国企业的参与 所谓东道国什么意思 巴西啊 刚才举的例子 由于没有巴西企业的合作业参与 那么全资子公司B 就巴西子公司B 就难以得到当地政策 和各种经营资源的支持 人家当地政府一看 这是中国的企业 百分之百的中国持股 是吧 你就不是我们本地的 按照我们中国话 就叫什么 那七生 是吧 七生 你这个外国企业嘛 那肯定就给你一些限制了 所以说 规避政治风险的能力 那么也就是小于和这些 简单点说 规避政治风险的能力 来相对较差一些 就容易被当地政府所坑 说的通俗点 是吧 被排挤 被打压 对不对 他就不像我们国家 这我们国家 招商引识给他们无穷条件 尤其这个很 这个优惠的条件 是不是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 这个全资子公司的一个缺陷 那么第二种就是什么 核资经营 核资经营 好了 全资跟核资吗 核资意味着 中国企业只占了百分之几十 而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说 核资经营是这投资国 与东道国企业 双方依据协议 按照一定比例的股份出资 共同组成一家 是吧 具有法人地位 在经济上独立核算 业务上独立经营的企业 比如说 中国的A企业 然后呢 在巴西 是吧 这个投资了一个B企业 但是这个B企业 我们只占了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巴西的C企业 那么只有它百分之四十股份 那么这个巴西的B 就是我们的核资经营 那中国A在巴西核资经营 是不是也是一种国际管理经营呢 对不对 我们就把我们的技术资金 就是这资源产品 就输入了巴西市场 好了 这叫核资经营 那核资经营就是 中国的A企业 是有部分股 部分股份 好 然后呢 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为什么要去建立 这种核资经营 创建国际核资企业的目标 这个目标 教授花了一个表 大家注意 在今年教授当中呢 我们去年教授里面 这里留了一个 这个表格留了一个空 结果今年呢 里面加了两个字 产品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加在这里没有任何道理 为什么 产品横着看 现用产品 新产品 那数字看呢 那数字看对呢 是新市场 或者说现用市场呢 是吧 所以你要注意了 这个空如果要改 应该改为什么 应该这样改 是吧 这下面是产品 这上面是市场 这样改还差不多 要不然就不要改 让它就像去年 这样留着空白 所以交叉上里面 加两个产品 我还能把它删掉了 是这样的 那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创建国际核资 核资企业的目标 是从两个维度来 这个是别的 那两个维度呢 一个就是市场 是吧 市场 它就分新市场和现用市场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从产品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产品 是吧 那么产品就是现有产品 新产品 对不对 分现用产品新产品 好了 大家看到这个图 是不是想到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什么 安索夫举证 就是密集型战略 我们在第三章的第一节 是吧 在第一节 在本章的第一节 讲的那个密集型战略 密集型战略 密集型战略 是不是也是从市场 现用市场 新市场 产品 现用产品新产品 是不是从这两个维度 分为市场 哪是种呢 市场渗透战略 产品 开发战略 是吧 市场开发战略 还有呢 多元化战略 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这里呢 它也是从这个两个维度 但是目的是为了识别国际 可知企业的目标 好了 我们看一下目标 那么 我们两个维度 是吧 那么两个方面 分别两种情形 那么 这个 两两组合出来了 四种目标 一个就是看人家 叫做加强现有业务 好吧 那么这个 加强现有业务是什么 是现有市场 现有产品 对不对 现有市场 现有产品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这样说 说我们中国有个企业 在巴西 卖什么呢 在巴西就是我现有的市场 卖我们的产品 比如手机 是吧 你发现没有 手机是我现有产品 巴西是我现有市场 那么 我们现在创建国资合作企业的目标是什么 我跟你讲 以前我们是把我的手机产品 卖向巴西 是不是现有市场吗 巴西是我是不是现有市场吗 手机是不是现有产品吧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 我们 发现巴西市场上 我的手机 未来前景很好 我们只是从国内把它生产出来 卖出去的 就有点不太方便了 是吧 于是我们干什么 干脆在巴西建厂 对不对 于是我们在巴西成立了B公司 是吧 建立了合作企业B 于是巴西的合作企业B 生产的还是这个手机 还是在巴西卖 但是你注意 这样一来 我们是不是有最加强 我们手机在巴西市场上的业务 这就是加强现有业务 就是第一种情况 注意听 要不然你说啥叫现有产品 现有市场 就什么叫加强现有业务 以前没办公司 现在在当地办个公司 加强现有业务 好了 第二个呢 新市场 将现有产品打入国外市场 这个比较简单 说我们国家的企业生产 现有产品就是手机 比如我们现在的产品就是手机 好了 原来在巴西有卖 现在在巴西开始建厂 那么原来我跟你说 说这个手机啊 原来在宏都拉斯就没卖 因为他以前没跟我们建交 是吧 说在宏都拉斯 我们以前就没有中国的手机 我们根本就没卖 以前我们在那里没有一分钱的销售 但是今年开始说 2023年 是吧 2023年 我们准备把手机 迈向宏都拉斯 于是呢 在宏都拉斯建了一个什么 在宏都拉斯建了一个C公司 对不对 宏都拉斯建了一个C公司 这个C公司干嘛 生产手机 好了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的企业 在宏都拉斯跟一个 跟一个产企业 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 C 这个C就生产我们的手机 生产我们的手机 这叫做现有产品新市场 是不是把现有产品 打入国外市场 对不对 好了 那么第三 是新产品 是吧 新市场 所以注意了 我们这个中国的企业 A 是吧 就是生产手机的 那么现在呢 说2023年 我们中国这个 这个生产手机的企业 现在准备什么 准备生产洗衣机 是吧 比如生产洗衣机 好 这就是新产品的 那么生产洗衣机 怎么生产呢 是我们发现的 说宏都拉斯 我们建交了 我们要加大对它的投入 于是 我们在宏都拉斯 建立一个第一企业 这个合资第一企业呢 那么就是干嘛 就生产洗衣机 生产我们的洗衣机 然后在宏都拉斯卖 你发现没有 这是不是在新的市场宏都拉斯 生产我们企业的新产品洗衣机 对不对 然后呢 只不过怎么生产呢 是宏都拉斯建厂第一 然后跟宏都拉斯的这个企业建立一个第一公司 好 然后呢 大家注意了 这里最不好理解的是 将国外产品 投入国内市场 好了 这是现有市场新产品 好 注意了 我告诉你 说我们呢 原来是不是在巴西 我们生产手机 现用产品 我们原来在什么呢 是吧 在巴西 就生产手机 因此要知道 我们在巴西是我们的市场 知道吗 巴西是我们的市场 以前就在卖我们的手机 现在我们怎么样呢 说我们这样 在巴西成立一个合资企业 一公司 这个一公司干嘛呢 不是生产手机的啊 而是我们发现这个巴西有个产品品号 是吧 说那个巴西的这个松子 巴西的松子在国内需求很高 于是我们就在这个A企业 就在巴西建了一个一公司 干嘛呢 就生产这个松子 是吧 零食嘛 干坚果 就生产松子 然后呢 这个且不是生产我们手机了 你说 我们对A来说 以前生产手机 现在生产松子 是不是一个新产品 然后干嘛呢 然后把在巴西生产的这个松子的 进入到中国市场 进入中国市场 就是说我们的路径是 一开始在巴西 卖我的手机 于是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 现有市场 现有产品 但是后来在巴西混久了 发现巴西还有好东西了 这个巴西松子不错 然后就把一个巴西松子 我们就在巴西建了一个厂合资 建完就把松子进步到中国 是不是 这叫做将国外产品松子 投入国内市场 中国市场 这是不是新产品现往市场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创建国际合资经营企业的目标 那么第二就是 合资经营方式的优点 好了 那么这个合资经营方式有什么优点呢 一 可以减少国际化经营的资本投入 对啊 合资嘛 刚才说了 如果我们中国的A 是吧 在巴西成立B 是吧 巴西成立B 但是同时 还有巴西的C参与 我们60% 他40% 如果这个巴西 子公司要投资10个亿的话 我们现在只出6个亿了 是不是减少了国际化经营的资本投入 如果你是全资子公司币的话 那就要出10个亿了 这个优点不就前面讲 这个独自经营的一个缺点吗 好 然后呢 有利于弥补跨国公司跨国经验不足的缺陷 有利于吸引和利用东道国合资方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C 说巴西的C 就是东道国合资方的资源 尤其是在当地的市场幸运 比如说这个巴西的C公司在当地还口碑不错 很有市场 机能力很强 信誉 融资 说巴西C公司跟银行关系好 包括它有现成的销售渠道 跟银行政府关系 是吧 这个公司关系 以及所需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技能 是吧 好了 而且你发现没有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优点的 那么这样一来 是不是能够有很好的规避一些政治风险 为什么呢 如果巴西政府对这个B公司不满意 想打呀 还得看一下 里面有他自己一份 C公司就是他巴西自己的公司吗 对不对 这是他的优点 然后呢 创建国际合资基金企业呢 也存在问题 问题是什么 说我们由于合资企业有多方参与 比如说中国的A和巴西的C 是吧 刚才不是说成立了巴西的B吗 这两之间它是两个企业呀 那么这个协调成本可能有点大 他们之间在很多观点上可能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协调这么大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说协调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各方的目标 是吧 可能我们认为 不应把盈利当成一个唯一的目标 还得考虑技术的合资 等等 但是可能对方认为 那不管这么多 先赚钱第一目标 其他是之后的 说在长远发展上可能就不一致 还有呢 文化也不一致 比如说中方认为 有订单就要加班 巴西认为 有订单也不能加班 你会发现 这是一种文化差异 是吧 大家知道 中国人是很勤奋的 这很多国家开的店 发现最晚关店的 就是中国人的店 因为中国人很勤劳 这也是我们讲 我们为什么在 上世纪 是吧 就1980年开始 改革开放后 仅仅大概40年 50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 变成世界经济第二位 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 共产党的领导 是吧 还有就是什么 人民的勤劳 这至关重要的 好了 这就是讲的文化差异 好 这里提醒大家一点 书上有提到说 发达国家之间建立的 合资经营企业 它的这个失败率 是吧 高达50%以上 你看 他们还算一伙的吧 发达国家之间 然后呢 发达国家 跟发展中国家之间 哎呦 这两个本身 就有点部门当户对 是吧 对不对 他们建立合资的话 失败率更高 是不是 这告诉你一点 我们前面说 协调成本过大 这在现实当中 是广泛存在的 这个是建立 创建 国际 合资经营企业 存在的问题 好的 那么国际化经营的 主要方式之三 就是非股权形式 好了 非股权形式呢 我们在考试当中吧 以前也是有所涉及的 那么 非股权形式的 典型 类型有哪些呢 就包括 什么合约制造 什么服务外包 什么什么 订单农业 特许经营 许可经营 管理合约 其他类型的合约关系 那么跨国公司 通过这些关系呢 协调在其 全球价值量的活动 并影响 东道国公司的 经营管理 而并不拥有其股份 说了半天 我们举个例子吧 什么叫非股权形式 你们知道 这我们这个 比如说 大家知道 苹果公司 是吧 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 它一定是一个 轻资产的企业 它什么叫轻资产呢 它就自己只负责搞研发 然后呢 做了研发过后呢 它就把它手机的 相关名部件 那么 标准 提交给我们 比如说中国的公司 你没发现 我们中国就有很多 苹果的上游企业 我们把它叫 苹果产业链企业 叫果链企业 对不对 我们把它叫做 果链企业 就是苹果产业链 就是为苹果做配套的 当然你注意啊 这些公司并不是 苹果的什么合资企业 或者说 控股子公司 不是的 就是一个业务合作 叫做合约制造 说这样吧 我的这个 摄像头 标准是这样的 你能生产吗 能生产 我就把订单给你 好了 然后呢 我的这个听筒 我的标准给你 你能生产吗 我就给你 你看我们国家 什么戈尔申学 就是为苹果做听筒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些就是 非股权形式的合作 它也是国际环性的 显然苹果公司 它在美国做研发 然后在全球化的生产 就是非股权形式的 对不对 这叫什么呢 这叫合约制造 那合约制造 好了 这样的你发现 那么你拿到我的订单 就按照我的标准的生产 所以说 跨国公司 比如苹果公司 通过这些关系 协调其在全球 价值链的活动 影响东道国公司的管理 对 我们那些苹果产业链企业 旧的 听从苹果的 安排 尤其是在技术上 生产质量管理上 也得听它的 是吧 好了 但是它并不拥有股份 这叫做非股权形式 我们就举这样一个例子 大家就能理解了 是不是 什么订单农业 啥意思 说发达国家 对发展的国家说 反正呢 你的这个农副产品 如果能达到我们的这个标准 比如说有机食品 你看那些发达国家的 什么就比较讲究了 要吃些高档的有机食品 好啊 那么有机你只要能够通得过的检验 达得到我的标准 你有多少我就给你要多少 这叫订单农业 是吧 订制生产 但是你说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企业 是它的子公司吗 不是 是它的这个控股公司吗 也不是 是不是 它没有股权 就是这样一种非股权形式的合作 那么那叫做非股权形式 好 那么在价值链当中 非股权形式呢 应该说是无论是从支持活动和它的基本活动都广泛存在 好了 我们前面讲这个价值链就讲到 我们把它封为这个什么 四个支持五项基本活动 是吧 四支五支 是吧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像什么 企业服务支持流程 技术知识产生开发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讲的支持活动 对不对 你看内部物流采购 运作 制造 外向物流 供销 销售服务提供 销售营销 社会服务 这讲的是什么 这些讲的这一串 这讲的是我们五项基本活动 好了 你会发现 在我们支持活动当中就有什么 业务流程外包 这是属于我们前面讲的 是吧 非股权形式 还有呢 什么合约研发 合约设计 指定技术 这个收入 这都是属于我们讲的 这个非股权形式嘛 好 你看采购 内向物流 这个这个内部物流当中 我们这里写的内向物流 其实是内部物流 那么就是什么订单农业采购中心 这是前面讲到的合约制造 对呀 那 还有些什么制作 里面合约制造 这个指定技术授权 是吧 授出 然后呢 合约物流 是吧 合约物流 然后这个特许经营等等 这些讲的都是非股权形式 好 那么这些呢 我们就要了解 在基本活动当中 有哪些非股权形式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通过这些非股权形式的 国际化经营 可以很大的延伸和强化 我们的价值链 好 那么这些支持点 在我们以前考试当中 还主要是以客观题为主 我们看看 是吧 接下来 这里面呢 有两点需要提醒大家 第一 非股权形式啊 它往往是被看作是 对外直接投资 和贸易的中间道路 为什么呢 对外直接投资 它是有股权关系 贸易没股权 那么这个非股权呢 是吧 它接约二者之间 也就是说 贸易对对方 你是没有什么控制 控制力的 但是 直接投资有控制力了 而这个非股权形式 它没有股权 但是也有控制力 知道吗 我们刚才说了 苹果对苹果产业链的公司 不就有控制力吗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企业国际化经营 首要的核心 竞争力是什么 就是你在全球价值链中 协调各项活动的能力 发现没有 苹果 在整个果链企业当中 它的这个协调能力就超强 对不对 结果你发现 这些果链企业赚小钱 苹果公司赚大钱 因为什么 因为人家苹果公司 具有这个协调各项活动的能力 换句话说 整个这些苹果生态当中的 产业链上的企业 都得听它的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些考试的情况 这个知识点考得不多 这几年尤其考得不多 大家看一下 单选题 1999年 发展中国家 爱蒙国 家电产品生产企业 甲公司 开始向外拓展市场 在发达国家 优国建立生产厂 2004年 甲公司的家电产品生产 开始全球布局 那么甲公司 国际化基因的战略途径 是什么 好了 我们首先这里面没有说的 这个企业国际化阶段 好了 我们有这个连续 是吧 传统 非连续 当然了 我们讲的这个连续 也就是传统 事实上 这是个单选 对你看出来 是吧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来看 第一不存在 你要么选一选一 交选 比他们是一样的 那显然这是单选 你不可能 那就只能选谁了 是吧 当然 这是一个从答案 布局来分布 我们还是看题吧 这里看 发展中国家 对不对 那么他的这个 拓展怎么拓展 在发达国家建厂 是不是先发达国家 然后再全球布局 然后再走向 发展中国家 这是不是 先发达 是吧 后发展 你看他本身 作为发展中国家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发展中国家 你想想 如果按照 连续的传统方式的话 是先发展 后发达 而这里没有 他是发展中国家 他是先发达 然后呢 后全球 是不是 那么 这就是讲的 无论他是发展 还是非发展国家 他都都是这样的 那就属于什么 非连续方式 也就是什么说的 什么叫 新型方式 对不对 新型方式 无论发展中国家的 还是发达国家的 都从发达国家开始 然后再向全球 然后再向 所谓像全球 就是像发展中国家 所以说 这个争取选项是 C 对不对 争取选项是C 他是 我们说的 传统的方式是 先同类后异类 连新型方式 是不连续的 就是先发达 后发展 对不对 刚才就是先发达 后发展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个多权厅 说这个比较简单的 以下进入国外市场的模式当中 属于非股权安排形式的有 非股权安排 那些什么合约制造 C 是吧 D 对外证券投资 这个不属于 我们以前价材当中 讲到了 对外证券 证券投资 现在里面没有涉及到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对外证券投资 它肯定不属于 非股权安排 你想 证券投资 肯定会 比如说像股票 那就会涉及到股权 对不对 而我们做的是 非股权 它当然不能选 对不对 好了 这个合约制造 退出基金 服务外包 就是前面那些图里面 讲的这些形式 大家有点印象 通常就能下手了 好 证据答案 ACD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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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